什么东西可以让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外科主任真的面红耳赤 甚至是全脚像像呢 各位朋友猜一猜对于外科医生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敢保证你们绝对猜不到 那就是病房的床位 对于一个外科主任来讲 所有人的梦想都是一样的 就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床位 自己单独带足管病人做手术 如果你想去分他的床位 那你绝对触碰到了他的死穴都不会同意的 甚至会跟你拼命 因为床对于外科医生来说就是生命 大部分的外科医生都是喜欢做手术上手术 为什么学外科不就是想做手术解除病人的痛苦吗 如果你要一个外科医生不管床不做手术 那你等于绑住了他的脚 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 这种床位之争啊 在医院里面可能会时常的发生 特别是越好的医院越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很多的大医院经常都不招人呢 科室里面明明没有什么人干活 缺少医生 但就是不招人 为什么呢 就是床位的分配早就已经分好了 再把人招进来 床位没办法分 谁都不乐意把自己的床位分出去 而且的话呢 大医院虽然自己的医生不多 但是有很多的研究生 有进修生 他们可是廉价的劳动力 甚至是免费的 那么来进修还可能要倒贴钱 因为很多医院找进修医生的时候 要给医院交一定的费用 没办法 在中国呀 很多医院都是这样子的情况 如果没有了研究生 没有了进修医 这个医院运转不下去 因为底下没人写病例 没人收病人 多手术的时候呢 也就没有助手了 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些没用的知识 不过关于医院 医生 有些什么小八卦你想知道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我知道了 一定会告诉大家的